中国最前卫的膳食营养书籍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喊你吃出健康啦 大家好,欢迎您主动开启健康管理 做健康的先知先觉先行者 成为美好生活的畅行者 我们将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围绕营养早餐、健康素养、重点人群 家庭健康管理、重视免疫、营养补充 体重管理、烹调方式八个方面展开 健康生活、人人需要 健康行动、人人可为 健康未来、人人精彩 科学膳食、事半功倍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老朋友 曾带领我们解读过一般人群膳食指南 以及九大特殊人群膳食指南的李希博士 与我们一起再一次跟着膳食指南 吃出健康来 上一期节目呢 我们聊到了免疫力的话题 均衡的免疫力是健康的保障 膳食营养就是免疫力最强大的后援 大家知道吗 不同的烹饪方式 对于食材中能量和营养的保存 是不一样的 教你一张做同样的菜 热量直降五倍 就算你胖得五花八门 用这个办法 立马让你瘦得轻过轻程 拿土豆举例 一个一百克的土豆 做成炸土豆丝 热量能飙升到522大卡 把它蒸成土豆泥 热量直接空降到113千卡 好家伙 一个装 一个炸 进五倍热量差 谁不得夸一句 蒸得不错啊 话说这肉量虽然看不见又磨不着 不过一旦变成白花花的脂肪 就很具体了 我们的腰上 腿上 手上 都可能是重在去 脂肪堆着堆着 时间一长 各种慢病就来了 谁让三高 心脑血管疾病 都喜欢抱着胖子肯呢 所以大伙得明白一个道理 咱们国家有川鲁月酥 浙米香灰 八大赛系 煎炒烹炸门等42种烹调方法 你用什么方式做饭 也就用什么体重做人了 以前啊 咱们老强调 健康是吃出来的 其实健康也是烹出来的 生活无非吃喝拉撒睡 咱们把烹调这块整明白了 那吃就搞定了一大半 健康的总目标 也就推进了一步 烹调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健康中国2030中多次提到 比如这一条 要引导形成自主自律 符合自身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 有效控制影响健康的生活行为因素 还定下了这样的目标 到2030年 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 也就是说 未来科学烹调会成为家家户户 掌烧人的必备技能 说到这里啊 有小伙伴是不是打算马上去报个烹饪进修班 打住打住 先听我讲完 科学烹饪不是让我们煎炸烹炒闷 样样精通 成为食神 而是说要把菜做得够健康 我们来看看膳食指南吧 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在准则期中特别提出了 要会烹 会选 会看标签 大家注意 这是膳食指南第一次在准则中 直接谈到烹饪方式 这说明新的时代 吃饭很重要 做饭也很重要 下面啊 咱们就从做饭的第一步开始学学 怎么把这顿饭做得营养又健康 膳食指南提到 了解食物主要营养特点 按类选择食物 是合理膳食的第一步 还包括调料以及烹饪工具选取 我给大家归纳了三个关键词 新鲜营养 少油少盐 好锅助力 第一个关键词 新鲜营养 我们逛菜市场 一定要拿出混娱乐圈的心态 追星要追小鲜肉 买菜嘛 咱也得指着新鲜的买啊 哪种菜最新鲜的 当地当季的 为啥 因为它成熟时间合适 不用花功夫从外地运过来 营养啊 水分啥的 也没怎么打折 话说回来 也不是所有新鲜的食物 营养都差不多 有的食物 营养就格外慈适 用膳食指南的话讲 就是营养素密度高 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呢 说的就是食物中某种营养素的含量 与其能量的比值 那翻译成我们老百姓听的话就是 如果一种食物 它里面的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植物化学物含量多 那同时呢 脂肪 糖 能量又少 那么它的 这个营养素的密度就高 那有人问我有这样的食物吗 其实啊 大部分的水果 蔬菜 全骨类 还有鸡蛋 都符合这个标准 第二个关键词 少油 少盐 营养指南准则五中 直接提到了 少油 少盐 那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啊 可以默捏三遍啊 少油 少盐 少油 少盐 少油 少盐 那很多人做饭的时候啊 把那个酱油醋啊 啪啪啪的往这个饭里面加 其实啊 这些调料虽然名字里不带盐字 可是啊 它的盐分可不是一般的高 那说出来啊 可能吓了一跳 那有人说啊 少油 少盐 道理都懂啊 但是呢 真的这样做出来啊 菜啊 不好吃 大家别说 那我们生活中的八角啊 茴香啊 胡椒啊 这些难道不香吗 其实膳胜指呢 也特别鼓励我们 学会用这些天然的调味料 来增加我们食物的美感 要是朋友你啊 实在是口味重 就是割舍不下油盐 我再给大家支个招 选对调料成分 也能在保留饭菜口感的同时 实现健康弯道超车 好比如油吧 虽然大部分油是99%的脂肪 但如果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 吃油也能很健康 比如凉拌用的紫苏油和亚麻子油 富含奥米加3 俗称脑黄金 对孩子的治理发育很有好处 奥米加9是公认的血管清道夫 橄榄油和山茶油里的奥米加9比较多 做什么菜都合适 膳食指南建议 大家不同种类的油最好经常换着吃 大家做饭可以把亚麻子油和橄榄油搭配着 起到营养互补的效果 第三个关键词 好锅助力 那我有一个秘密告诉大家 大家如果心情不好 或者感到不如一的时候 可以多靠近炉子或者我们的厨具 因为炉火是可以治愈很多东西的 厨具是可以包容很多东西的 那俗话说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匆忙而平淡的日子中 能够发现一些趣味是难得可贵的 按照一个人平均寿命80岁算 我们一生要吃掉9万吨饭 除去前20年和后10年 我们自己有机会做的呢 也大概也就5万吨左右 吃了那么多吨饭 能够让我们留下记忆的也没有几顿 好好吃饭 总有几顿饭 能够让我们热泪盈眶 好好下厨 用好的锅具 我们能够感受到下厨的快乐 感受到这种烟火的力量 那没有烟火器的人 事物 甚至一个城市 是会让我们不寒而栗的 现在生活开始步入了正轨 我们可以通过美食体验分享 感受到美食 带来的这种趣味和力量 让隐藏在我们内心中的原力觉醒 那米其林的餐厅是很贵的 但是用新的味道更是珍贵 包容百味才更有趣味 一桌好饭没好锅也做不出来 烹饪工具的选择上 膳食水男给出了两点建议 一 是选择能源消耗少 碳排放少 快捷 方便 皆能环保的新型烹饪工具 二 是选择油烟少 油脂消耗少的锅具 减少因高温所引起的致癌物质的产生 市面上有没有能同时满足上面两个条件的锅呢 哎 您别说还真有 比如不锈钢锅和新型不沾锅 不过这锅和锅之间的差距比人和人的差距还大 选择不锈钢锅具的时候要从材质导热性工艺品牌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选择不粘锅时一定要关注涂层脉膜情况 还要看看涂层是不是惰性物质 这样即使涂层脱落不小心被吃掉 也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菜调料锅具选好了 齐火 接下来啊就是开始生火下锅了 或许大家以前下厨很随意 但从今天开始 这道菜咋做可千万别大意了 因为一旦烹调方式不对 上身又生食 再好的食材你咔放下去 刷营养流失破坏掉 最后基本都是净身出锅呀 选对了食物还要用合适的烹调方式 最大限度保留食物中的营养 不合适的烹饪方式将极大破坏食物中的营养 并且还会带来不健康的物质 舌尖上的中国有句话 最好的食材就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去做 那怎么烹饪才最合适 膳食指南建议我们 多争处少煎炸 要说煎炸 没有可不行 不仅有还得多 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 外面的人看了是烟火气 做饭的人只觉得很生气 油烟呛人不说 还致癌呀 咱们可千万不能拿生命去做饭呐 膳食指南说 烹调温度和时间是烹饪是否得当的决定因素 煎炸还有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油温过高 炸的时间太长 咱们炸食物用的温度一般是在150度到300度左右 再油锅一下 食物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流失严重 那么B组维生素也损失大半 维生素C就吃辣一下几乎全牺牲了 那营养素的价值就直接缩水了 三分之二 再来看看其他的烹饪方式 比如说蒸煮炖 一般烹调温度在100度左右 如果时间控制的好 营养素基本都能够保留下来 像胡萝卜 番茄 这些蔬菜中的β胡萝卜素 蒸过以后还能保留80%以上 那西兰花中蕴含着我们天然的抗癌神器 流干物质更是能够保留90%以上 而且蒸出来的食物口感更加软烂 像家里老年人牙口和肠胃功能不好 孩子消化系统还在发育 吸收不理想的都可以多吃蒸的东西 对营养吸收是很有帮助的 咱们在家可以尝备一个大容量的分层蒸锅 不同的膳食需求以锅搞定 也省了很多单独开小灶的时间 食物是有层次感的 最好的食物口感是什么 每种食物都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物 最好的食物层次感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好的吹锯 好的烹饪方式 没有额外加太多调味料 就能够去用舌头味蕾 去品尝出来的那种回甘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 别人抢不走 一是你吃进肚子里的食物 另一个是你健康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做个健康的吃货 科学烹调是新时代家庭健康管理员的必备技能 从每顿少放一锁盐 一勺油开始 慢慢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从一输一饭做起 逐渐平衡膳食营养 从调料和炊具的选择做起 把控好做饭的喜之末节 最终实现健康的大目标 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健康并非朝夕之功 科学烹调需要长期坚持 才能看到效果 这体现了长期主义的原则 科学烹调不仅要增添食物的色香味 尽可能保留营养 烹饪过程还不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影响人体健康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体现了安全第一原则 烹饪方法不胜熟 少点煎炸多蒸煮 保留食物原滋味 健康烹调大智慧 朋友们善事之难 喊你注重烹饪方式啦 用好的食材 健康的烹调方式 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 多吃不胖 积极向上 有钱有闲 喜乐连连 生活自在 内心澎湃 万物可爱 满怀期待 美好生活之花 敞开常在 恭喜您 在主动健康管理的大道上 又走了一大步 共建共享 全民健康 健康中国 营养先行 做健康的先知 先觉 先行者 成为美好生活的畅行者 吃能吃出大胖子 也能吃出好身材 好吃嘴和魔鬼身材 怎么两手抓 答案都在下期课程里 一起来听听吧